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到德邦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雷鸣先生 请他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今天有哪些消息可能会对市场产生影响的 雷鸣您好 主持人您好 请我们来看10月的PMI指数 那么制造业指数是49.8 于上月持平 并且连续三个月在龙股协之下 应该说市场对于经济出体回升的这种预期落空了 那么这个压力主要来自叙旧端 叙旧端非常疲乱 这个国内订单指数是50.3 略微增长了0.1个百分点 但是这个新出口订单指数47.4 应该说下降了0.5个百分点 下降幅非常大 那么进口订单指数也同步下降 说明内需非常的疲乱 特别是中销企业 应该说经营非常困难 中销企业的PMI指数是6.6 应该说处在非常低的位置上 所以应该说目前的经济形势 仍然还看不到见底的这个迹象 当然市场也在预期会不会进一步的 这个出增长的一个消息出来 此外呢 券商前三季度盈利1300亿 这样一个消息也受到关注 我们看到券商在前三半年 这个100多家券商已经盈利1500多亿 那么这二十几家这个上市券商啊 应该说它的盈利占到1500多亿的这个非常大的比率 看得出来实际上三季度 券商的盈利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增长幅度特别大 券商的这个强周期特性啊 应该说非常的明显 并且券商总体的盈利规模 如果跟银行比较起来的话 那实际还是这个相差甚远 同样作为金融机构 应该说它的这个盈利能力 还是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第三个消息是 百成房地产这个价格连续六个月增长 这个深圳报道百分之三十二点七 我觉得这一个消息也是的重点关注 好的谢谢林明先生给我们大家点评啊